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基隆市的安乐区四旗二标国宅 上午有一名江系男子因为拿不到钱 竟然先纵火烧家里的火警侦测器 造成大楼电力瘫痪 然后急迫阳台窗户坐在露台上 企图从13楼往下跳 景潇赶到现场用云梯车和气垫 历经5个小时的僵持才将他拖上云梯车 过程中他一直反抗 一条腿就悬在13层楼的高空半空中 相当惊醒 一群人将他一路从云梯车压了下来 上手铐反铐才强制就医 现场大批民众围观交通一度打劫